G finals 短短 這個潘映長的倾斜度 連叉耳達傳說的靈克也ping不上去啊 不會啦 國王為了讓你的方便爬 還特意安裝許多顏點讓你的找來 爬上去除了真進感覺還可以幹嘛 只要到了上面就可以看到絕妙的美景了 國王與王后常常雙手扯住在頂端 俯瞰電視音概念的景色 她們就不能好好做的欣賞嗎 老公 我覺得好像很有趣 我們從來沒有一起攀岩過 我好想看你攀岩石帥氣的繩子喔 哼 不瞞你說 我連金石的外號可是彼得攀呢 於是士兵就幫他們穿上了攀岩裝備 因為我身上有盔甲不好攀岩的關係 就請我們大公主貞子殿下 親自陪你們到山頂吧 真的嗎 太好了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醉牙沒人救了 你已經預設會醉牙了是嗎 士兵把他們的繩子跟貞子扣在一起之後 由貞子殿後他們就開始攀岩啦 一開始蛋壩還活力滿滿 老婆 這塊比較遠 你踩我的手我幫你推上去 老公謝謝 待五分鐘後 小時候 剛剛就不要爽帥 被老婆走兩公里 我現在快快送進了 老公 你還可以嗎 那當然 輕輕受傷了 蛋壩一個獸花竟然就掉了下去 再見了 我的隻阿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幸好曾子及時接住了他 謝謝 多忘了還有曾子在下面 曾子已經預感這趟攀岩之旅會花很久的時間 30分鐘後 謝謝你 剛剛那個抓的地方真的太滑了我才掉下來的 這已經是蛋壩第18隻掉下來了 反倒是蛋媽爬得非常順利 對不起老婆 我太廢了 一直拖累你 沒關係老公 竟然是夫妻需要互相幫助 來吧 抓著我的手一起爬上頂端吧 好 我們一定要爬到山頂上 經歷了三個小時 總共摔下去五十幾次 但把他們終於抵達了鬼之腹15度攀岩天梯的頂端 成功了 這一定是靠愛情的力量啊 主要還是要感謝曾子這趟的臂力呢 太感謝了曾子 我的兒子托付給你 我很放心 老公 你快看 他的時候還珍珠都沒有發現 原來從這裡還有很多雲海啊 真的耶 好香的味道 電視界的雲海怎麼這麼香啊 原來不是雲海香 而是爭霸特別從電視界各個頻道起來的不同的廚師 這樣蛋爸蛋媽就能邊享用一國美食邊欣賞風景 人家跟老公並看雲海並吃東西好開心啊 喔 彷彿真的回到了年輕時說說就走了感動呢 不過 人家愛人一起體驗生活一起變老 我覺得才是最幸福的 說的沒錯 以後要不要跟我常去爬山內體力啊 咳咳咳 咳咳 這個好問題再考慮 在蛋爸他們與山頂上約會同時 曾爸曾媽他們在人類界幹嘛呢 這就是夾娃娃 當時看到這個行程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人類界什麼奇怪的儀式 趙親家寫的規則 看來是要用爪子把東西夾到洞裡面 老公 這個有點可愛 那老婆 我去夾一個出來送你吧 第一個步驟是投石圓 是這樣子投嗎 但這樣機械會壞掉吧 好像不是你說的那樣頭 曾爸尷尬地將跟蛋爸壞的台幣突進了投幣孔 並動爪子到了獵物上面 老婆 你幫我看這個位置可以嗎 雖然 爪子歪歪的 但是 沒問題 非常精準 抓到了 非常順利 怎麼會往後丟 難道這個爪子是有生命的嗎 該不會這個台主也是魔術主的 於是 爭霸又繼續嘗試 但不管這麼講 那個娃娃之後都會被甩飛 原來 人類是假娃娃是這麼難的嗎 這個假娃娃 會不會是人類用來騙錢的 既然你獅子賦予的爪子生命 那就一怪我以做一樣的事情 看我的 魔術能力 生命賦予 之前被爪子甩走的娃娃竟然動了起來 並自己走到洞口邊跳下去 爭霸終於成功的夾 拿到娃娃了 老婆 送給你 母親節快樂 在這之後 爭霸真媽照著蛋霸規劃的行程 來到了夜市 吃了蛋霸推薦的各種美食 他們還鼓起勇氣吃了聞起來很像 朝地料理的臭豆腐 而蛋霸蛋霸吃完飯後 則是在山上的生命裡 體驗了一坨真正的試膽大混 夫妻啊 嚇到過關前的樣子 還被拍下來做紀念 雖然時間過得很快 兩對夫妻卻因為體驗了很多新奇的事而很開心 究竟下一次的母親節他們會做什麼呢 我還沒想到 請教育初音樂 請教育初音樂 是水頭